學生們共乘搭計程車 準備前往目的地 不過近日卻有學生搭車 遭計程車司機漫天喊假 當時五名高中生在高雄鳳山搭車 距離五分鐘的車程 正常跳表收費大約一百三十元 雙方一訂一人一百元 學生下車時不小心給司機六百元 多了一百 司機卻沒有退還 學生不滿投訴 尋問其他騎乘車司機也表示 短短路程一人收一百太狠了 對此交通局回應 乘客可以提供搭車時間地點 請司機說明後依公路法 採儲九千到九萬元發還 計程車所屬車隊也表示司機 未依規定照表收費 已經主動補償民眾六百元乘車券 相依規定主動與司機終止合作 三地新聞 洪成員高雄報導